老公 老公 请走点 老公 我刚华大门一定去 在这儿等他 进行 哎呀 我的妈呀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 你们带这老鞋东西干啥呀 哎呀 我的 哎呀 你看你说的啊 咱们出去好几天呀 不得多带点东西呀 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着没 你是不是都看见了吗 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这是前世风给咱网购的 哎呀 不对呀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里面管吃的吗 对呀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 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你说你这人说这傻话 哎 你叫大伙看看你这造型 啊 不是 解放邻居们 你看我老公 眼睛大不大 肚子小不小 就你这大肚子翩翩的 不得了吃了 你再说了 这些东西不光咱俩 还有一个黄大妹子份儿的啊 黄大妹子 啊 我咱们她啥也不带 就蹭咱们的呗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的 经济条件挺好 她也不差钱啊 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她不是抠门 这不以前吧 她家条件稍微差点 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她是节了 我啥也没省下呀 哎 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 那就是老虎的饭量 皮秀的消化系统 你给拉托吧 吃上吃多少啊 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住许的钱 知道吗 她还住许的钱 她要不承担住许 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拉托我告诉你啊 咱们既然出去了 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 你别老敢那整事啊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还就那么一说 你这么的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合理分配咋分配 这么的 支付我拿 这个你翻译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 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 太尖了 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你搞什么事情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我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拿 这吃的你拿 这吃的大伙知道不 一边走一边吃 越吃越吃 这个大包 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 等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 你不知道我啥人呢 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 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是 是 哎呀我的老公啊 我这辈子嫁给你 好好幸福呀 你看我这老伴吧 平时看着虎背胸腰的 这鸭一头还胸抱 这想点一人呢 你说啥 鸭一颗 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 你要吃了一个这点东西 我替你背着 一边哪一边 那我亲你一个 滚犊子 阿姨呀 我这早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不是说你 不是说你 他说我是 你是犊子 你这也不像 谁知道我像不像 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你给我留点证情吧 快点来 分东西分东西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啊 那个什么啊 这是大米粒啊 带那吃的 这份是你的 这是那个前世风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 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 长定我都不好意思了 应该的吧 这回我也带一份 咱们呢也AA一回 咱们那面海了吧 你把这俩先拿回去吧 是不 你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 七个烧饼六馒头拔花卷 怎么了 吃家伙 牛肉干 烤鱼片 奶糖 你看看去看 巧克力 全是进口的 是进口的 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啥敷脸呢 全是国外进口来的呀 你是不是有啥事 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哎呀大哥大嫂 在你们眼里 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嗯 姐姐 你这一贯作风 都已经深入人心了 今天冷不停这么一场了 有点接受不了 平时我视频节俭 不过今天伙伴们的 友谊小船 能够乘风破浪 永远不翻 我出把鞋 你这哪是出鞋呀 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 不然总不少钱吧 哎呀 二十多块呢 二十多块呢 心疼我两个人 哎呀老头 不是 你这嘴咋这么沉呢 不是 你吃什么呢 你也吃一口 我不吃 一会儿他后悔了 你就吃不着了 哎呀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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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你干啥呢 哎呀 小倩咋来了呢 哎呀我的妈呀 挺浪漫呢 离家不到二十米 搁这玩春游呢 哎呀 真小的 有话就说 做个别动手啊 行行行 哎呀 这也太丰盛了 吃的挺富豪啊 吃的 哎呀咋说话呢 这都是进口的 哪出锅 这都谁买的呀 黄奶奶买的 黄奶奶 哎 你买的呀 啊 黄奶奶 我爷爷是不是 把春游给你了 滚犊子 谁纳你爷春游呢 他说你是啥玩意 独的 原来就长得这样啊 什么呢 快 快爷爷 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 他舍得这么花吗 你拉脑 跟你爷爷一往前 关系都没有 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 你给我来一套 你拿着钱了 什么 啥意思 小费啊 哪个小费 全款 15块钱 你那我带啥呀 带点炸菜呀 你那地方炸菜咋那么贵 什么玩意就15块 人家那一大堆 才20块钱 不炸 20 20块钱只能买一样 黄奶奶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我跟你说 整好就是过期的 过期的 这不是说这日期吗 这不过期的 这没用啊 那就是假的 这些东西你全不能吃啊 不是 这就说你 不是 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你想要啥样的 你能知道啥样的 蒜中鲁 狗中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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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中鲁 有那么邪乎吗 你别瞎了 黄奶奶 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 轻的翻白眼 重的直接就翻面了 你看我跟你说 少吃点翻白就没事 黄奶奶 千万不能吃 为了我爷爷的幸福 你要吃完之后 我爷爷后半身 指定是打光棍了 赶紧打听 不能给他买的 是吗 赶紧 在哪买的吧 哎 哎 儿子 那啥 你买这东西 有不少人想打听 在哪买的 嗯 能找着你家不 是实体店的 好话 实体店 实体店就好话了 哎呀 太好了 二十块钱也能找回来 什么二十块钱 你家十倍罚款 十倍 二百呀 二百 二百能行吗 最低两千 啊 你去讽了你啊 啊 儿子 那实体店在哪啊 大米粒超市 啊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不可能不可能啊 只要是假货 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 他就得负责 大米粒 不用 大米粒 哎呀 老大大哥 别给你让我家的一公里 黄你哦 别紧 爸 再给他 再给我来 爸呀 爸呀 你有嘴呢 哎呀 干嘛呀 爸呀 什么玩意干啥呀 你咋还不走呢 你们 我走往哪走 我这火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咋 我问你点事 嗯 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卖东西了 对呀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对 你好好看看 这个 对呀 是我那的 那就行了 怎么的了 给你黄姨二百块钱 哎呀 不要 我也没带钱呢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 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 你得还我少一份都不好吃 你拿着 不是 你大哥这干啥呢 这钱我能要吗 这成啥事呢 爸 这这是咋的了呀 咱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 啊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 都是真的 谁说是假的呀 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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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倩 看不着你这么一大驼子站着 你给我过来 你说是假的是吧 我告诉你 你不过拿点证据来 你看我怎么识着你啊 大姑 这还要证据吗 二十块钱买一堆 不是假的是啥 二十 这一堆五百多呢 五百 五百 我跟你说 我就说嘛 假的 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对 嘴下留情吧 大哥 大米粒啊 你能不能 给阿姨退了 什么黄姨啊 那都拆分了 怎么退啊 这拆分 你爸和你妈吃 你没看他还吃呢吗 那啥 这二百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你那倒黄姨啊 你大夫一回也没大夫到正地边 他像灌血肠子的 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哎呀 马上哪是灌血肠子啊 这是要我命啊 别着急 别着急 那啥 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 你整个 我儿子 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 你没看你老范大叔 那吃的根嘎的 不说呢 有人想买 给我二十块钱 买不来呀 你拿我当傻子 我都知道是五百块钱 你给我说清楚 咋回事 妈 您为了我呀 节俭了一辈子了 没吃过好的 也没用过好的 现在儿子长大 能赚钱了 我呀 就是想提升下 您的生活品质 我说都花钱了吧 又怕您舍不得 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儿子 五百块钱的事 回来跟你算账 这还算啥账呢 有这么好的儿子 你就偷着乐趣吧 既然儿子这么孝顺 你就听他一句话 好好的享受 几天生活吧 对呀 咱们都忙活大半 辈子了 现在生活好了 啥也不缺了 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 好好安排安排 哎呀 妈呀 我儿子给我盯的是 北京饭店商务套房 说三十晚上一喜 这是不骗我的呀 咱们别去了 咱们不去了 咱们不去了 别 大哥 大嫂 咱都这岁数了 既然孩子孝顺咱 咱们也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把生活 不 初天哪 我喝出去了 灌把雪茄 邻里消息呗 商务套房 一许三十块钱 有趣的呗 有 我请客 出发 好 宁门奶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